親安貸款就只能貸一千萬 所以數字就是一千 這個就是起始值 一開始我一時打一千就好 不想打了 結果一直打下去就變成這樣了 那這個公式怎麼來的呢 很簡單就是 明目GDP等於實質GDP加通貨膨脹率 或者你要說明目GDP的這個年增率 等於實質GDP的年增率 加上通貨膨脹率 換句話說 通貨膨脹率就等於明目GDP減掉實質GDP